但是我剛剛抽完呢 覺得超級餓 我現在真的超級餓耶 我覺得丟往去會... XX 解肌餓感的 就是體重機量了一下 我總共減了XX 公斤 超級多的耶 大家早安 我是白樓 疫情期間大家過得還好嗎 是不是因為都不能出門 在家吃了很多 開始肚子變大了呢 就是要來實測一下 168斷食法 每天這樣固定下來 據說是可以達到減脂的效果 我之前有試過生食斷食 然後也有試過斷食72個小時 這一次呢 我要來實測168斷食法 是我之前都沒有做過的 先幫你們加水 目測來看 現在的體重應該落在15-20之間 我現在的體重是84公斤左右 然後來看一個禮拜的168斷食 可以做到怎麼樣的效果 - 噓- 終於可以吃我們的第一餐了 168的第一天 這次做168的策略很簡單 早上10點 吃吃吃吃 然後最晚是6點前要把東西吃完 然後6點到隔天的10點 就是斷食的時間 所以就是16個小時斷食 8個小時進食這樣 我現在非常餓 吃完了 168斷食法的原理很簡單 就是我們把進食的時間壓短 在這麼短的時間 能吃的東西就會自然而然 比我們平常吃的還少 那你吃的熱量定於身體所需的 200卡300卡 長期累積下來 就可以達到瘦身減脂的效果 那如果你是個平常就沒有在忌口 體質又滿高的話 那你就滿適合這種斷食法 建議如果你一開始嘗試 在非進食的時間 真的飢餓感 忍受不了的話 也可以吃一些水果 果汁 一些侵蝕的東西 來舒緩這種飢餓感 然後待會開始工作 開始企劃 接下來要拍攝的東西 然後還有剪一下 剛剛早上拍的東西 對 誒 嗯 這是某人的午餐 我午餐沒有吃早餐 是你不吃 好不好 我可以拍你嗎 不可以 對 這個就是我去述路餐夾的素食 豆類啊 蛋白質有加比較多一點點 斷食其鮮呢 如果你蛋白質有吃到一定的量 你的肌肉才不會掉這麼多 豆包 乳豆腐跟豆干 五穀飯 在底下有沒有看到 那我就開動吃我的午餐路 我吃飯的時候都會看 康熙來了 雖然康熙已經停播很久了 但是真的超好看 你們有人也有在看康熙來了的嗎 今天天黑啦 我今天最後一餐來不及記錄 基本上吃了跟中午是一樣的東西 然後6點前我就把它吃完了 其實沒有什麼飢餓感耶 策略就是多喝水 睡眠時間好像有提早一點 很期待明天早上10點可以吃東西 那 大家晚安 我們明天見 大家早安 今天是168 斷食的第二天 主要是要減脂的話 那建議還是要維持適度的運動 我要補充一下 不管男生 女生 你要維持緊實 好看身材 一定要有肌肉量 女生練肌肉起來 線條會變得非常好看 不管你是什麼年紀的人 都非常適合做重量訓練 它不只會加強你的蓋質的吸收 還會延緩關節退化 吃早餐 吃早餐 我看一下 我看一下 喔 冰好的 隔夜麥片 今天參賽者 有四位 -喔 一個是粉泡 一個是四壽的無糖豆漿 紅茶豆漿 這個是歐特的有機青枝植物 鮮骨奶 對 這樣外面賣了什麼 八寶粥那種一罐的 喔 因為比較甜 喔 這草味好重喔 -嗯 對 清草味 吃得很像去大草原 滿不一樣 -誇張耶 我吃吃看這個 昨天吃的那個差不多 還有點像布丁 因為其他只泡酒 它就會膨散 這怎麼更稠啊 粉價比較多 所以可以控制稠度 這應該算是濃豆乳的感覺 我覺得這好吃喔 我覺得濃一點比較適合耶 感覺營養很滿 蛋白質加倍 第二天 168斷食了 第一餐 今天我吃的是隔夜麥片 其實也可以加高蛋白粉 如果你有的話 上一集我有介紹一些植物性的蛋白粉 大家可以去參考一下 藍莓 香蕉兩根 然後再加上兩小匙的花生醬 那花生醬大家可以買五湯的 這個其實跟昨天吃得滿像的 裡面有加燕麥 雞鴨子 那如果你們想要加其他的東西也可以 現在10點35分 今天比較晚吃 那我就開始吃囉 吃完囉 好 我現在在拍另外一個開箱的影片 留言都會問說 我們平常吃那麼多大餐 還可以看起來這麼瘦 其實我們真的只有拍片的時候才會那樣子 其他時間都是正常 低油 低鹽 低糖 這樣 哈囉 各位 我剛剛差點忘記時間 差點錯過這位餐 現在是5點半 順便跟大家講一下 我冰箱裡面到底有什麼東西 看一下 哇 冷凍庫 這邊有很多RICO RICO 我已經有一個在那邊退餅了 待會我要吃的是這一個 南洋椰汁咖哩未來豬 先退餅 待會直接尾波 冰箱裡面一定會準備超級多的豆類 然後豆類也是最好保存的食物 冰箱很煩耶 玉香毛豆 這個在頂好都買得到 未來肉啊 然後有未來魚 然後有天貝 然後還有植物肉排在這邊 這應該是拍片要用的吧 然後這是另外加甜貝 然後還有一些醬料湯包這樣 可是比較常吃就是毛豆 那加熱隨時都可以吃 待會我也會直接加在RICO RICO裡面 讓蛋白質增亮這樣 然後看一下我們的冷蔗 上面這邊是醬料區 沒有料理碗的食材 每吃碗的香蕉 放在這裡 吃一半 豆腐 隨時要料理的時候 蛋白質就可以吃得到 紅扁豆 這個我也是一次買好幾袋 然後要吃的時候呢 直接洗一洗水淹過它 放在點館裡面蒸 蒸出來就可以吃了 水加多一點它就會比較軟 然後這邊有黃豆 我是拿來做豆上油的 我現在比較懶 就會自己直接買那種 超市裡面的無糖豆漿 但自己做的話真的會比較環保 因為這個塑膠罐嘛 然後下面就是一些菜啦 檸檬原汁 這我很常喝 斷食的時候肚子餓 然後又沒有熱量的東西 這有熱量 但很少 你加在一杯裡面 五到三四大卡 很少很少 然後還有 這兩個是除皮痛 叮 還有這個 皮帶小 然後水 還有植物奶 就這樣 好 我現在要處理RICO RICO 剛剛說的毛豆 然後還會加玉米 紅蒸好的紅扁豆 就基本上就很像泥 泥種的東西 其實吃起來有點像馬鈴薯米那樣 我都會把它冰在保鮮盒裡面 把液冰箱裡 那就是競速地把它吃完 超級棒的高蛋白來源 微波加了 好了 這就是我的最後一餐 還有一小碗的扁豆泥 本身就有一點點的鹹味 不用加任何點巴喔 很綿密 升級版的馬鈴薯 因為它有高量蛋白質 RICO RICO 真的超方便 因為它口味還滿多 很多都是Vegan可以吃的 然後全素的也滿多的 有興趣想要購買的話 然後把連結貼在影片下方的資訊欄 現在時間 晚上9點 我除了白天會打坐以外 我晚上也會固定抽塔羅牌 稍微放鬆一下心情這樣 但是我剛剛抽完呢 覺得超級餓 我現在真的超級餓耶 現在要想辦法解決這個問題 我覺得丟完去喝檸檬汁來 解肌餓感了 它沖成一杯 其實真的是幾乎沒有 大概一兩大卡而已 喝完了 大家晚安 早點睡 明天早上又可以吃早餐了 好期待喔 晚安 明天見 因為elles早館 critically吃早餐 在九伏 那時候 可以吃早餐 UN neural問題 嫌 有火力 很事 你看 � 你 吃 - 噢! 哈囉 大家好 早安 現在已經要11點了 昨天晚上沒有睡好 不知道是不是因為太餓的關係 我這個用的是 Moonlab的優格 是純素 純植物性的哦 沒有牛奶成分 各種不一樣顏色的水果 再灑上其他籽跟煙脈 看起來是不是超級漂亮 為了要補充到足夠的蛋白質 有另外打了一杯香蕉豆漿 迫不及待 吃一口 優格有椰奶味 椰奶香 我忘了知道有些人不喜歡椰奶的味道 不過我個人是超愛的 加上優格的酸 真的超好開胃 好 那我要開始享受了第一餐啦 現在在下午時間5點 然後我剛剛拍攝了 我們IG第一個嘗試的烹飪短片 然後有興趣的話 可以去我們IG看 然後這是我剛做的 就是千張料理啦 有做燒賣 然後氣炸的 有點像果鐵啦 千張皮包的水餃 你們就是我今天的晚餐了 千張 它就是豆皮 豆子做的 用它來當作一般麵粉皮來包東西的話 吃起來就會非常的沒有負擔 那現在可以攝取到蛋白質 那就趕快把我的晚餐吃一吃 吃完最後一餐 好 疲憊哦 感覺今天做了超級多的事情 我剛照鏡子的時候 發現體脂好像掉一點點 有沒有啊 還是我的錯節 因為餓太久了 今天做了什麼 拍這支影片 還賣菜 料理 拍片 剪片 然後晚上開會開了一個多小時 快兩個小時 忙到現在9點多 我發現動腦好像也消耗滿多熱量的耶 頭腦有點昏昏沉沉的 吃了太多事 腦袋一直運轉 不太有飢餓感 我現在只想要趕快洗完澡 然後躺在床上睡覺 休息完應該就有食慾了吧 好 那我今天就先到這邊 我們明天見 大家晚安 大家早安 今天是168 第四天 然後我昨天睡得很好 睡到今天早上 9點在起床 今天早上會做特別的綠拿鐵 我們去看一下 準備粥 蘿莓 青江菜 鳳梨 藍莓 芭樂 甘甜果 我發現呢 生活比較忙碌的話 好像還滿容易168的 其實沒有什麼時間吃飯 說不定不小心就做到168了 想要去買這些食材 去寄合約 弄一弄 搞到現在都已經10點半了 青江菜要燙過 然後蘿莓 水清水洗一洗掉 香蕉 香蕉是靈魂 香蕉就是甜分來源 打好了 好 跟大家講 其實這幾天會這麼累 我家裡的事業有點受到疫情影響 所以這幾天都一直在幫忙處理家裡的事 對 好 還是要打起精神 面對接下來要處理的事情 趕快早上來喝一杯健康的綠拿鐵 讓我一天醒過來 來吧 乾杯 喝完了 好爽喔 也是乾杯 不用喝那麼快 沒關係 果菜汁啊 會建議打完之後 盡量越快喝完我越好 氧化的話 很多營養素就會沒有 所以會建議儘速喝完 但也不用喝那麼快啦 只是我今天爽啦 好 開始工作 這個是家裡附近的素雞肉飯店檔 然後還有餛飩跟小菜 特別挑的豆干 蛋白質 還有紅油炒手 紅油炒手怎麼跟餛飩一樣 應該差不多那些啦 大豆蛋白 最痛苦的練腿 結束了 我168到現在還滿順利的 我才知道其實我不是一個會靠吃東西 我宣洩我壓力的一個人 我通常壓力大的時候 我都會想聽聽音樂啊 看看電影 甚至去公園散散步啊 跟大自然接觸 所以可以讓我非常非常的舒壓 所以我發現只要你找對方式 然後減少靠吃去發洩的話 其實會對身體有非常好的影響 好 大概就這樣 那我等下10點就開始吃我的第一餐 那今天吃的一樣是水果跟燕麥加豆漿 這樣子 嗨 各位 我現在在工作室 我們待會兒要拍片 五酒精啤酒 看一下桌上這一堆 這一堆我們待會兒要把它處理掉 然後重點是我們搭配的東西 其實也是超脊椎 對 這是滿滿 嗨 - 還是大家想多看它的話嗎? 給它多一點秒數 - 夾到眼皮了 我的影片只有這一段時間是高峰 很多人看的 其他都快轉了 今天要吃的東西 欸 好適合哦 - 我就是吃到這個 就是完全搭在一起耶 剛吃了一堆罪惡食物 5點49分 還有工作室有RICO RICO 因為我還是要吃一點 營養比較高的食物 - 營養比較高的食物 - 它就不能吃東西啊 噢噢 168鑽石 很沉的吃完它 跟破戒哪一個比較... - 這樣不會讓自己破戒的嗎? 好 我跟大家報告一下 今天是168的第七天 也就是一個禮拜的最後一天 現在是下午4點多 我要來準備我的最後一餐 因為晚一點還要出門去民居 在出門前呢 先把我最後一餐給吃完 然後再出門 紅扁豆再硬嘴豆 這也是我們的豆包 醬油去調味 但醬油其實是有含糖的啦 所以不要加太多 增加一點點味道這樣 加一點油就可以封下去煎囉 看看這個顏色 OMG 超好吃的感覺 好了 我今天的最後一餐做好了 就在這邊 我的豆包是用得有點油啦 這樣吃起來真的很爽 然後現在時間4點半 這就是我168的最後一餐 結束之後呢 跟大家分享我的感覺 我的心得 加一點義式香料 還有一點點的鹽巴 結果會非常好吃耶 而且蛋白質又很高 這一碗粗菇 應該不只40克 還滿多的 那我要開動囉 Yeah 挑戰終於完成了 先給自己一個掌聲 為什麼我這麼開心呢 我直接來講結果好了 其實今天拍攝已經是 7天結束後又過了3天 所以總共做到今天是第10天 然後我今天早上去體重機量了一下 我總共減了2.35公斤 超級多的耶 以體重的數字來看是非常成功的 然後以外型來看的話 我覺得好像肌肉也沒有掉得太明顯 先給自己一個獎勵 我準備了一個抹茶葉麥奶 當作獎勵 這10天呢 也沒喝什麼飲料 來吧 享受 其實我減重的速度是有點太快了 每週建議減0.5到1公斤就好了 發現體重掉得太快的話 就代表說你每天進食的熱量是不夠的 所以還是建議每天要補充到足夠的熱量 我自己是有一個週期在跑 原本想說這一段兼製期啊 我不要是訂到3個月 希望可以瘦5公斤 10天我就瘦了2點多公斤 感覺我應該一個半月 甚至一個月就可以減到5公斤了 沒關係 我再稍微調整一下 那我這是蔬食的168 一週挑戰到這邊就結束啦 這種類型的影片有沒有興趣呢 在下面留言 或是給我影片按個讚 或是想要看下個系列有關 飲食啊 運動什麼相關的想法 都可以留言在下面讓我知道 那我們這部影片要拍在這邊 我是白龍 我們下部影片再見 掰掰